世界公认的七大奇迹中 埃及占了两项 一个是金字塔 另一个就是法罗斯灯塔 遗憾的是 法罗斯灯塔因为机场大地震而不复存在 在人类发明并大规模使用船只以后 在海上看清楚港口的位置十分重要 白天经验丰富的船长依靠牧师观测港口 但到了晚上 就需要依靠岸边的信号来指引方向 在古代 火是人类掌握能发出光亮的技能之一 最早的灯塔可能是海边山顶的篝火 今天发明的故事 我们来聊聊灯塔的发明史 在古代 灯塔的功能与许多现代灯塔不同 更多的是作为港口的入口标志 古埃及由于地处尼罗河流域 且北部是地中海 船运业十分发达 2000多年前这里就开始建造灯塔 最有名的灯塔是埃及的法罗斯灯塔 底座为方形 中间为八角形 顶部为圆形 高约103到118米 主要材料是石灰石和花崗岩 这座灯塔被认为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此后它被入侵者和地震分阶段摧毁 在1300年代完全被摧毁 目前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灯塔 被认为是西班牙的埃库莱斯灯塔 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一世纪 到1791年 幸存的34米塔核心得到了修复 并添加了一个高达21米的第四层 修复完成后灯塔的总高度变为55米 在中世纪 除了少部分灯塔仍在使用 灯塔逐渐被废弃 早期的灯塔的运作方式不是十分明确 据推测 当时灯塔可能使用的燃料包括木材和煤炭 很可能添加了可燃液体 以减少燃料支出 并在大风期间保持光线稳定 灯塔很可能需要大量的动力 来运输燃料和维持火焰 灯塔的迅速发展时代始于18世纪 随着跨太平洋贸易的蓬勃发展 航运的繁荣也加速了灯塔的建设 为了有效 灯塔必须足够高 以便在随手到达危险之前被看到 结构工程和新型高效照明设备的进步 使得建造更高更强大的灯塔成为可能 建设灯塔的位置也由海岸边 逐渐延伸到海洋礁石 这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灯塔 当属埃迪斯通灯塔 它是第一个记录在岸的海上灯塔实力 先后经历五次重建 并开创性的使用可以在水下固化的混凝土 塔身的结构也经过科学的设计 外壁光滑且为圆形 可以有效的吸收海浪的冲击力 在高塔的顶端 一面巨大的去面镜 可以有效的将光线聚集成强烈的光速 同时顶部光源也可以旋转 任何方向都可以看见光速 使灯塔在黑夜中更加引人注目 19世纪开始出现专门从事灯塔设计和建造的工程师 灯塔光源的选择 安装 反射器的设计 塔身的建造更加专业 大部分沿海灯塔采用石头建造 能抵抗更大的风浪 灯塔的数量也越来越多 到1820年 世界上大概有250座主要灯塔 随后 用于灯塔光的来源和质量逐渐得到改善 从燃木火到煤和沥青和橡木等物质 有一段时间 灯甚至由成排的蜡烛组成 1822年 法国人奥古斯丁·菲尼尔 发明了第一个现代灯塔透镜 将灯塔灯的光度提高了4倍 而它的系统至今仍在普遍使用 后来阿甘登的发明产生了比蜡烛亮7倍的光 可以使用猪油和抹香精油等燃料点亮 在19世纪末电灯发明之前 阿甘登一直用在灯塔的菲尼尔透镜内 此时灯塔的灯光已实现从单个光源 产生多个旋转光束的能力 在灯塔迅速发展时期 灯塔的功能转向提供明显的航运危险警告 例如延时或暗焦 现代建筑方法的进步 使在公海和在松软的地面建造灯塔成为可能 虽然部分现代灯塔仍继续使用砖石建造 但混凝土和钢是使用最为广泛的材料 在过去 伴随灯塔而来的是灯塔的看守人 他们负责维护建筑物和操作灯 从修剪灯芯和补充燃料到上发条 灯塔看守人通常独自住在塔里 且经常被转移到不同的地方 有些地方甚至充满危险 由于与世隔绝远离社会 他们也被称为最孤独的职业 从1920年代开始 普遍使用电灯来取代油灯 大多数灯都是卤屋灯 效率更高 寿命更长 随着新型电灯的出现 灯塔的亮度也逐渐提高 由于不需要频繁维护 灯塔看守人这一职业也逐渐消失 后来直升机广泛用于海上灯塔的维护 因此现代设计的灯塔 通常包括直升机停机屏 除了灯光信号 大部分近现代灯塔可以发出声音 有的甚至配备无线电信标 或雷达显应器 在可视条件不好的天气里 为船只提供多重安全保障 随着船舶上GPS和现代导航技术的发展 新的技术对灯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强大的灯光变得多余 但小灯和发光浮标的数量显著增加 它们仍然是引导航海者穿越繁忙 且曲折的沿海水域所必须的设备 长期以来 灯塔散布在崎岖的海岸线 和世界各地的港口入口 一直在海上防止灾难并挽救生命 虽然大部分被改成旅游景点 或直接废弃 但灯塔在其爱好者心中 却永远不会熄灭 甚至演变成美好希望的图腾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 欢迎点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